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讲咱们继续面试高分技巧的学习 这一堂课咱们来解决情境模拟题 题目是四步应对情境模拟题 结构画面试有一种经典的提醒 就是情境模拟 就是让你来演戏 不是让你站在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客观描述 而是要带入角色 进行这个模拟 进行演绎 现场就变成了演员 这样的提醒有人觉得很简单 最起码前词造句不用那么严谨 口语化的表达就可以 不需要那么规范 但这种提醒有话说容易 说好了也难 达到最后就是情商的高低相差很明显 那么如何更好的来回答情境模拟题 咱们这一讲提供四个步骤作为一个解决方案 分别是定位人物 拆解 矛盾 情理 立法 何家欢收场 这四个步骤啊 第一步 定位人物 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你是谁 你沟通的对象是谁 那你是谁 就要搞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 职责使命是什么 权责是什么 那你沟通的对象是谁呢 你就要搞清楚 对面要沟通这个对象是一个人 还是几个人 还是一群人 他们身份是什么 有哪些性格特征 有哪些诉求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拆解矛盾 审题时 要把握好题目当中 矛盾有几个 然后按照 从容易到困难的次序 沟通解决问题 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啊 因为 先解决容易的问题 能够先拉近彼此的关系 后续相对困难的问题 才能建立解决的基础 第三步 叫情理立法 这个就是我们在 具体解决矛盾 在沟通时候 化解相关这种问题的一个具体的方式 沟通表述的有效性 可以按照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导之以利 限之以法的工具来实现 第四步 就是何家欢收场 不论题目的矛盾有多难 现场的这种情况有多么的复杂 在你模拟的情境中 最后一定是圆满解决了 然后 有一个大家都开心的结尾 这就叫何家欢收场 这四个步骤 说起来抽象 咱们用两道题 来进行演示和说明 大家就了解了 我们先来看这道题 警区因为受降雨影响 导致山洪爆发 造成一部分旅客滞留 这些人情绪激动 与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 并要求退票 你是警区负责人 你该如何沟通 请现场模拟 好 我们就按照刚才这个 四个步骤的思路 来回答一下 第一步呢 叫定位人物 首先我是谁 我是警区负责人 那我的使命就是 不能让我的游客 出现任何的意外 在紧急情况下 要照顾好他们的安全 也要疏导他们的情绪 而且我是负责人 那退不退票 怎么退 怎么补偿 我有这个权利 说了算 这是第一个 我是谁 第二个就是 沟通对象是谁 沟通对象呢 是一群人 不是某一个人 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面对一群人讲话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 只泛泛的说 各位游客 不要把对方 整个称呼为一个整体 这就会让大家觉得啊 说的都是别人 说的都不是自己 我们在与一群人对话的时候 要注意 穿插点名到具体 才能让他们觉得被重视 这就是对象 因此模拟的时候 就要点名到具体 比如说 叔叔阿姨 兄弟姐妹们 还有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景区的负责人 老牧 请相信我 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先不要激动 听我说几句 你看 打招呼的时候 不要说各位游客 大家都觉得 说的不是自己 但是你说 叔叔阿姨 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们 就觉得啊 可能再跟我说话 兄弟姐妹们 就是我们同龄的 这些中年人 青年人 还有小朋友们 这些孩子 都cue到了 都点到了 让大家知道 这个人说话 是要跟我说话 要和我对话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拆解矛盾 通过审题 我们要数清楚 这样一个沟通的 这一个对话 或者是处理这一件事情的 整体的这种要求 我们要解决的矛盾 有多少个 这道题呢 我觉得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有四个 分别是 和工作人员吵架 对吧 想要退票 还有 不想滞留 想回家 对吧 以及一个隐藏的矛盾 就是担心自己啊 在这里的安危 四个矛盾 需要我们解决 那么从容易到困难 我们就 依次来解决 刚刚啊 我们的工作人员 和大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我要向大家表示 惩治的歉意 虽然是因为担心 大家贸然下山会有危险 但是 没有控制好情绪 就是他的不对 回头 我一定批评惩罚大 大家笑笑气 也希望大家能多包涵 这就是第三步 情理立法开始了啊 刚才呢 就是动之以情的部分 有些人争吵 是在气头上 但如果真看到了啊 这个工作人员被领导 惩罚 很惨 心里面有多少会不忍心 也不太得劲 是吧 因为人心都是肉掌的嘛 然后 就是想要退票的矛盾 咱们继续模拟啊 至于要有大哥大姐 还有那位阿姨想要退票 我们非常理解 这也是合理的 确实因为天气的原因 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那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两种方案 供大家选择 如果您以后还有兴致 来我们这玩的话 我们以一换二 你拿这次的票 换两张新票 这次就算免票了 今后还可以再来两次 或者那两张票送人也行 谁来都可以 如果您家园 后续没有再来我们这的打算 那咱们就全额退款 两种方案 你看哪个合适 就选哪个 一会儿呢 让我们的小王登记一下 这就是导致以利的方法 我觉得大部分人会选择第一种方案 就算你自己不再来了 两张票送人 那不也是一个不小的人情吗 接下来再解决 这个想回家 不想被滞留这样的矛盾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因为滞留多时 担心有危险 着急焦虑 而且我看啊 咱们好多带着父母和孩子来玩的 滞留这么久啊 害怕有不方便 但正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咱们现在还不能离开呀 天区预报说 未来还有大雨 如果现在离开景区 半路很可能山洪复发 咱们可不能冒这个险呀 咱们景区是5A景区 物资储备和救援装备都很齐全 留下来才是最安全最理智的选择 是不是 而且我接到通知 现在政府呢 已经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 进入紧急状态 如果您在这个时候不听从指挥 有什么后果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就是小之以理和县之以法相结合 最后呢 再解决留下来之后的担忧 大家不是说不知道危险 就是担心留在这啊 是不是要花钱呢 方不方便呢 咱们就继续模拟 大家放心 在此期间 我们会开放全部客房 还有员工宿舍 供大家休息 日常三餐也会由食堂进行供应 保证能够满足大家基本的生活需求 等这轮降雨过后 咱们的政府会有进一步通知 待条件允许 景区会出车 统一安排大家下山 最后呢 就是何家欢的结局 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包容 如果大家没有意义的话 食堂已经准备好饭菜了 咱们先吃口饭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计一下 信息 安排房间住宿 大家跟我一起去食堂吧 哎 你看 别管啊 之前的这种矛盾有多棘手 之前的这种困难有多么的深刻啊 我们通过自己的模拟 哎 就把这个矛盾解决了 最后一定要上一个何家欢的结尾 一般的情景模拟题啊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都能拿下 咱们再看一道题 进行一个深化 这道题啊 长途汽车站的一辆车 在检票以后发现车子坏了 乘客有的跟司机吵起来了 有的要换车 有的要投诉 有的要找站长 如果你是站长 你怎么办 请现场模拟 完全可以按照上一个题啊 用运用我们这四个步骤去应对 首先第一步还是定位人物 我是站长 对吧 我不能让现场出现骚乱 甚至有意外 在紧急情况下 要照顾好他们的安全 说得好他们的情绪 再就是我有权利退票啊 有资源 给一些替代方案 而沟通对象呢 又是一群人 还是运用我们刚才的技巧啊 面对一群人讲话的时候 不要说各位旅客 各位这个乘客 对吧 要让大家觉得 说的都是别人不是自己 我们还是要点名 到具体 比如说叔叔阿姨 兄弟姐妹 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 又来了 是不是 大家先安静一下 我是车站的站长 请相信我能解决大家的问题 先不要激动 听我说几句 然后第二步拆解矛盾 通过审题啊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解决 四个矛盾 分别是车坏了 和司机吵架 想要换车 想要投诉 那还有一个隐藏的矛盾 就是和刚才一样啊 滞留期间的安排 我们这个暂时走不了了 有些焦虑 对吧 依然是从容易到困难 咱们依次来解决 用情理立法的这个步骤啊 首先我们的车子 坏了啊 真的感到很抱歉 是我们的失误 我已经让我们的维修师傅 抓紧检修 刚刚我们的司机啊 和大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我要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道歉 虽然是担心大家 在车上进行争吵有危险 影响检修进度 但是没有控制好情绪 就是他的不对 回头我一定批评惩罚他 大家消消气 也希望大家多包涵 和上一题一样 是不是 属于动直以情的部分 然后呢 是换车的矛盾 至于有这个大哥大姐啊 还有刚才那位叔叔 说想要换车 我们非常理解 这是合理的 确实因为汽车的故障 给大家带来不便 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两种方案 给大家选择 如果您不着急的话 等我们的车子修好了以后 您晚一些再出发 车票钱呢 我给您退回一部分 如果您着急 我也跟总站的调度申请了 会临时派备用的车过来 那两种方案 你们看哪个合适 选哪一个 一会儿让我们的小玩登记一下 哎 这又是导致以利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大部分人还会选择第一种 毕竟能省一部分钱 是不是 接下来呢 解决要投诉的矛盾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因为没能及时发车 着急 有一些焦虑 而且我看咱们好多 是父母带着孩子在乘车 滞留了 担心孩子的情绪不好 你们如果还有其他诉求啊 都可以跟我提 在我能力范围内呢 一定全力以赴帮大家解决 如果解决的您不满意 就向交通局投诉我 但咱们得先沟通好 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不是 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我解决的不好 您再说 而且整个站里啊 不只是咱们这一车乘客 如果这个时候 咱们不能理智的解决问题 而是一味的争吵 造成了混乱 影响了整个站内发车的秩序 那相关的法律责任 是要我们共同承担的 哎就是说 出了事 不仅是我啊 你也有一些责任 有一些后果 这就是小之以理和限制以法相结合 最后解决咱们留下来乘客的担忧 您留在站里等车的时间啊 我们会开放这个VIP后车区 供您休息 如果你饿了想吃点东西 我们也会准备一些点心 等我们的新车来了以后 咱们第一时间上车发车 最后就是何嘉欢的结局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包容 如果大家没有意义的话 换车的同志请跟我走 那等修车的同志请在车内稍安勿躁 哎 这个问题就回答完了啊 那么我们要熟练掌握 并运用好这四个步骤 解决情境模拟题 而且要多加练习 特别是第三部分 运用情理立法的时候 真正能结合题目现实的矛盾 和这个沟通对象的诉求 加以解决 解决情模拟题